持續一樣帶你馬上來關心屏東科技廠 這處倉庫呢 發生的嚴重的火警 那現在一樣為您來統計呢 最新的這個傷亡的人數 根據這個屏東縣消防局呢 最早的稍早的這個數據來看呢 其實這個消防員呢 一樣維持是三死一失聯的狀態 那麼在稍早中午12點的時候呢 也傳出其實這個廠房呢 又搜救到一名的這個男性的遺體 疑似就是員工 因此呢 我們在稍早總共六失聯的這個部分呢 現在也變成了三死三失聯的狀況 因此呢 剩下的這個三失聯的狀況呢 這個收救人員呢 也在廠房呢 是持續的收救當中 那其實可以看到現在記者人就在現場 可以看到後方的這個廠房呢 還是持續有這個悶燒的情形 甚至可以看到後方這個廠房呢 其實這個面積是相當的大 因此呢 一早其實是出動了不少的這個機具 要來進行開瓦 那也大面積的來進行這個雜物的清除 不過呢 這個剩下的一名消防員的遺骸 以及剩下三名的這個失聯員工呢 是還在持續的收救當中 那也幫大家整理一下 其實稍早呢 就是屏東縣長周春瑩來到現場的時候 他也說了 就是初步呢 這個爆炸的原因呢 疑似就是在後方 就可以看到記者後方這個廠房呢 是第一時間爆炸的地點 那原因是為何呢 其實疑似是這個廠房內 有這個過氧化氫的這個液體 疑似就是這個液體 和水呢發生這個化學的作用 才會引發這個爆炸的情形 那麼消防員呢 其實陸續進場來進行這個搜救的時候呢 其實也是陸陸續續爆炸的情形哦 那其實從昨天傍晚5點多到現在 其實這個燜燒已經將近20個小時了 其實現場可以看到這個火呢 還是滅不下來的 因此呢 這個搜救人員還是很辛苦在現場 持續的搜救當中 那麼稍早我們也看到呢 其實有不少的善心人士 以及這個呢 就是外送人員 自發性的呢 自掏腰包來買這個飲料便當 來提供給大家使用 是現場是相當的暖心的 那現在呢 不僅這個屏東縣長周春敏 那那個總統蔡英文呢 其實稍早也來到現場 來看這個情形哦 所以呢 其實最後最後 還是希望可以趕快找到這個 最後一名的這個消防員的遺骸 以及剩下這三名的失聯員工